一手大学厨艺系跟餐馆系的学生 来到佛光山进行一天的品德教育推广活动 他们透过体验游戏 了解做中学的道理 也培养了团队合作的默契 一手大学厨艺系与餐馆系160位学生 在佛光山进行一天的体验活动 让大学生无形中 体悟到所要传达的教育和心理念 在佛光山一共会这里 也安排了品格教育的活动体验 透过分组课程 知道如何分工合作包容与信任 进而在团队中能发挥良好的互动沟通 一手大学跟佛光山蛮宁静的 然后也常常有机会可以交流 佛光山其实对我们来讲 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场域 带学生来然后来体验来学习品德 那我觉得今天法师也非常的用心 他为了我们处一系的学生 特别介绍了点作教育 高中端可能没有这样的课程 高中端可能就是一些厨艺课程 然后大学也是 然后今天来 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素食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下午一些活动 带动所有人学会团队合作 互相理解互相沟通 因为这一次特别是针对了这个学校的大一的学生的品格营 所以我们给这些老师也特别强调主軸锁定在品格活动的这个部分 来佛光山不止增广建文 未来还有更多合作机会 透过产学合作可以有相加成的效果 那我相信我们系上也可以派学生来这边参与 然后让佛光山的一些的跟餐饮 或者是跟旅馆的服务可以更升级 而不在于只是我们一般所想的 好像一个佛式的服务而已 尤其呢这一次我们很多学生呢 他们有不同的毕业专题 对于素食的这个验证 对于整个蔬菜的开发 对于素食的推广呢都非常的有心 我想未来这些学生能够回归到厂住来 成为我们这个红法的一份子 那就更难能可归 安排给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团体协力游戏 从游戏中讨论策略 以及如何分工与执行 所以和各小队代表分享学习心得 给这场品德教育推广及深耕计划活动 留下不少回向 人间卫视五拥取高雄采访报道